過幾宗只有一個人 我亦都沒有落台唱過 沒有說過話 他們進來 我說是你 你不聽解釋嗎? 你就跟那個官說吧 上到庭到底要說些什麼呢? 市民被警方以違反限聚令票控 如果想提出抗辯 大律師說要提出證據 以及要有合理的辯解 譬如說他當時的目的是為了和人家吃飯 而並非參與任何違反限聚令的運動 或者活動的情況 譬如一些證據 譬如什麼呢? 收據 和朋友吃飯的相片 或者一些WhatsApp的記錄 都可以證明到他當時的目的是會做什麼 帶兩個女兒出來吃宵夜 母親節 一個十二歲 一個十四歲 不知道什麼事 我要看回媽媽究竟她當時 譬如說她被人票控的位置在哪裡 如果你說她票控的方數都是街 昨天是母親 母親和一群人吃飯 是很利索當然的事 她又說如果現場情況太混亂 離開有困難 亦都可以是合理的辯解 至於新聞片段 閉路電視片段 又可不可以作為證供呢? 大律師就說 這條片不是自己拍的 控方或者會對真確性提出爭議 未必會同意把片段呈堂作為證供 有線電視記者蘇曉欣報導